夫君平定了青州黄金,那么大的功劳,草衍州可有赏赐 赏赐?什么赏赐啊? 此间家中财务皆分与了百姓,如今却剩下些许,若是无赏赐,夫君如何迎娶招姬妹妹呢? 家父已是,如天崩,只要夫君真诚代谢身,些许俗礼,些许俗礼 招姬,到,到为夫身边来 嗯 招姬啊,那可不是俗礼,知道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我都没 我都是让你一个人驻骂,因为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夫,夫君,招姬,招姬很开心 主公,长安和许长相差万比,救驾岂其实说说,那么简单 凤孝所言诧异,拱卫汉士乃是我等职责,岂是路途遥远就回绝的 某倒是同意凤孝的观点,原本出不安好心,长安就驾,如今眼周诸实未定,主公如何能轻易离开 如今长安被李爵等人把持,若是我等起兵,未能速战速决,恐怕贼子会坏了天子性命 唉,怪谋实力尚且不足,且看袁绍是否真心救天子,若是真心,谋必全力以赴 是也,若是如纳讨伐董卓班,我等当积攒实力以静候时机 而主公如今,还是先准备一下近些日子的事吧 凤孝,你所说的近些日子的事情指的是什么? 眼周大小事物,你等不是介意裁定吗? 主公不是这守人去讨伐青州黄金吗? 对啊,某寻思着,按照守人的能耐,青州黄金不在话下,我等又有什么好准备的? 嗯,某明白了 这般倒是难办,眼周的存粮也不多了 嗯,莫非,莫非,守人他 守人待成后,想必不会多做杀戮 比用计,一向以攻心位上,青州足有三十万黄金啊 眼周境内百姓多流亡,正好用来补权 三十万,三十万,许昌也才二十余万百姓,这一下 好,好 主公莫要高兴得太早了 三十万黄金的食粮可是一个大问题呢 预思量最多在一日,守人便有节报纸 报,青州赞报 进来 青州大姐,青州大姐 夏先生亦降服青州黄金,冰黄金加捐,金四十万 如今且在返回去仓途中 四十万,多,多了十万 想必是那些粮顺百姓吧 也不知守人使了什么法子将其带了回来 夏先生答应中人十岁其,且开荒田八岁两年 嗯,妙啊,是妙,百姓乃是根本 若是此令能吸引更多的百姓前来眼周 虽说前些年自然是要发放粮食阶级百姓 不过待数年之后,眼周将会变成何样 欲不必多说了吧 是也,不过眼下物要想拿数年后知识 我等还需细细商讨一番 若是等守人回来,我等还未做出对策 主公就有大麻烦了 哦,对,对,对 某客不想再听到守人那连续不断的念叨了 师叔,果真是师叔 听下人言,某还有些惊讶 沿途劳苦,还请师叔进屋内歇息 歇许小风,不碍事 梦得,老夫此次来许昌拜访你父亲 居高还未到许昌吗 算算时日,应是快到许昌了 嗯,如此甚好 对了,梦得 你麾下是否有名为瞎人之人 师叔有有怒容 莫不是与守人有什么冲突 这个,师叔,找瞎人可是有事 比甚是无礼 是老夫于无物 呵呵,没想如此巧合 如也至此已 当日你言与老夫你之姓名 老夫见你一身素衣打扮还以为是成文小令呢 可否还言与老夫一次 不,在下瞎人,瞎守人 此番可认得老夫 老丈景平这身华丽的衣服就能让人觉得身份不凡了 梦得,此便是你麾下长使 呃,师叔远来许差 想必是劳累了吧 老夫精神得很 啊,师叔乃天下名士 胸中学士自是我等万万不及 如今眼中有些政务母处理的甚是疲惫 若是师叔愿教导某一番 天下名士 此处且有一人不识老夫 谈和天下名士 梦得若不是让老夫蒙羞 这老头也挺绝的 嗯哼 不过其怕是找错了对手 是也,守人看似和善诚恳 不惜与人争斗 但是其一旦动怒 性子之烈又在诸人之上 小子,为何突然翻身而走啊 莫不是心中羞愧 无言面对老夫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与其在此浪费光阴 不如归家陪伴爱妻 师叔,师叔 不妨先去府邸歇息片刻 夜间某设宴为师叔接风洗尘 好,便如此吧 嗯,梦得 你为老夫设宴 彼可会致 为师叔设宴乃是家宴 梦得 你且传笔一张情节 嗯哼 我回想到你了 你快乐 我帮你了